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em 频道 今天阿Nem 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娇叔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林娇拍过的电影,就分享到1959年 今天就由1960年开始讲起了 首先,1960年第一套就是金蓉作品《神雕合女》 分别是上集和下集 林娇叔在《神雕合女》做《奸角》 做杨康这个角色 两套神雕合女后,一套《星星王大战王飞鸿》 林娇叔就飾演《金天跑》 然后,一套《书劍恩仇录》 这是《书劍恩仇录》的大结局 然后,有一套《在世奇远》 然后,就是《天山相孤斗陶龙》的上集 然后,就是《江湖三女俠》 然后,就是《梁子军风凰》 然后,有一套《雪峰魔女》 然后,60年还有《五毒白骨鞭》 这是《夜叹流人洞》 然后,就是《陶龙女》《三斗粉金光》 然后,就是《江湖三女俠》的《茶集》 然后,就是1961年 1961年,首先就是《追魂太极彪》 然后,就是《青龙镇千霸箭》 然后,就是《山花女俠》的《上集》 然后,就是《救出重围》 然后,就是这套相当出名了 《仙学神针》 他就飾演曹雄这个角色 就是做于素秋的师兄 然后,就是《凤凰山》《龙虎斗》 然后,就是《一剑九连环》 然后,就有一套《龙凤剑》《上集》 然后,就是《风陈合女》 然后,就是有一套《金庸》的《鸳鸳刀》的《鸳鸳刀》 这套《鸳鸳刀》就是《临凤造女主角》 然后,就是《天下第一剑》的《上集》 《山花女俠》的《下集》 然后,是《罗撒嬌蛙》 然后,一套《太平天国女英雄》 然后,就是《仙学神针》的《逐集》 林教肅仍然是飾演曹雄的 然后,就是《神雕合女》的《第四集》 然后,就是《神拳铁仙子》 然后,就是《龙凤剑》的《下集》 然后,就是《善女情合》的《上集》 然后,就是《活呼喽》《欲血五仙观》 然后,就是《神雕合女》的《第三集》 然后,就是《黄飞鸳》《大破五虎阵》 林教肅仍然是《金天跑》 然后,就是《六一年》 最后一套就是《天下第一剑》的《下集》 然后,就是《一九六二年》 首先,就是《八大女俠》《鲁江湖》上集 然后,就是《仙学神针》的《第三集》《大结局》 然后,就是《一飞冲天》 然后,就是《善女情合》的《下集》《大结局》 然后,就是《火焰山》 然后,就是《魔镜神珠》的《下集》 然后,就是《百元女》《三度宝年灯》 然后,就是《一套劍姑七有奇遇己》 然后,就是《八大女俠》《鲁江湖》的《下集》 然后,就是《一套精探片》《神秘凶杀案》 然后,就是《胡凯恩首》 然后,就是《魔镜神珠》的《上集》 《方世玉》《方世玉武当山招亲》 然后,就是《公主与小七小盒》 然后,《六三年》有一套《武俠小说》改篇 《碧血金差》的《上集》 这个就是《雪梨张英才》 然后,就是《碧血金差》的《下集》 然后,就是《鲁江河半》《血海仇》《下集》 然后,就是《红粉金光》 然后,一套《血敌龙凤杯》 然后,一套《半剑一灵》《上集》 然后,就是《青宫剑影绿》《上集》 然后,就是《追魂白骨刀》 然后,就是《半剑一灵》《下集》 然后,就是《火烧红莲子》《下集》 然后,一套《八表红风》 然后,就是《黎江河半》《血海仇》《上集》 然后,就是《滴滴慈母女》 然后,就是《狗狗狗》《我是兇手》 然后,一套《剑神传》《上集》 这套是《罗剑郎》做主角的 接着,就是《清宫剑影绿》《下集》 接着,就是《一九六四年》 首先,就有一套《南北铁观音》 接着,就是《一剑恩首》 这个《一剑恩首》就是《林家声》做主角的 然后,一套《霹力长眉》的《上集》 接着,是《龙虎风云剑》 然后,就是《十三号情报院》 接着,就是《密码间谍战》 然后,就是《逼血金差》的《第三集》大结果 然后,就是《秋叶蒙》 然后,就是《江湖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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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1964年》 最后,就是《打龙扑》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林郊叔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La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林郊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